第九次實驗很好 直接幫你回技能了 這一個是啥 轉租減少時間然後電擊 消除複壓效果好了 直接在1比1喔 隨時回報一下進度好不好 凍結符始喔 然後又有一個隱身是不是 考驗轉租阿 不用阿 直接分掉就好了 OK 這個是 無視任何攻擊喔 就給他打一下 留一下新珠 留一下新珠喔 OK啦 OK啦 呃 這一隻是只能受到強化符石傷害嘛對不對 然後只有一回合機會打死 因為他後面他就會把竹子變成 原本的符石 好 這隻的血量齁 101萬 不過我個人覺得 直接打應該就死了 好 最後一關齁 最後一關齁 最後一關有突擊齁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要回個血 最後一關的話全部技能開一開 就過了 那這個無視電擊也要開下去 欸 轉個4combo而已 好 沒關係還是可以過 沒紫水晶有差嗎 沒差沒差 好 第九層我覺得 相對來說 相對另外兩層來說算是 比較簡單一點